是跟他结合,现在是跟他结合啊 一个凸啊,有两个洞可以选择啊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回味经典系列的第二集 我好像有个印象 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这个栏目啊 是不是又断尾了呢?烂尾了呢? 然后我就去翻一下我上次更新这个栏目呢 是9月27号 最近已经快要一个月 赶紧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 把这一款原本就预定呢,要做的这一款 The Last Class经典3.0的战绩呢 拿着给大家做个分享 为什么挑这一款玩具来做呢? 主要还是因为呢,下一波 Haspo的这个主力商品 Kingdom的王国里头呢 有这一款玩具的出现 所以呢,我们趁这个时候呢 来回味一下 在经典3.0时代的这一款 这个战绩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玩具了 它是博派里头呢 少数的变形成军用载具的家伙 配色还是红色 那这个红色的坦克车呢 造型就非常的特殊 它的头型呢 又有一点像是这个 古代骑士头盔的样子 加上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我刚才干了它一下啊 这句台词的话呢 我是不知道 当年我小时候呢 在台湾这个中式播的时候呢 是不是这个 配 是不是配对的台词 我真的是没有印象啊 我自己看变形金刚的这个G1的卡通呢 是在电影09年 啊,入坑之后的话呢 我才回头呢 在这个大陆的网路上呢 去搜寻G1的卡通来看的 所以我看的版本呢 是大陆的这个配音版本 因此的话呢 可能在一些人物的艺名上啊 还有一些台词上面的话呢 我的印象呢 会可能会跟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化呢 会比较接近 那这个家伙的话呢 就总而言之呢 是少数少数呢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这个G1的角色了哦 然后 这一款的话呢 我当年的节目其实有拍过 可是呢 当年我的节目呢 录制的那一个家伙呢 是美版的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如果我没有记得 它应该是一个日版的 因为有一次呢 在网路上呢 买了一堆的变形金刚回来 那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混着 必须一起买的 其中就得到这个 日版的这个 这个战绩 那当时的话呢 有人 就是要跟我买美版那一款 所以我就把美版给卖掉了 就是说我当年拍的节目是美版 那今天跟大家做的是日版 应该是没有错了 我记得配色这样子 那它的一个 玩具本身的一个 质量的话呢 是维持3.0里头 一个非常精彩的高水准 不过呢 在整个3.0里头的话呢 它并没有说到多么样的出色啊 首先它的一个子弹非常的长 对不对 你不知道的话 它以为是一个火箭炮 其实它就是一个子弹而已 甚至的话 这个子弹的话呢 其实它现在发射力度呢 已经有点薄弱 甚至是发射不太出去了 这个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啊 Anyway就是你看 它这个有推动了一下 但是它没有办法射出去啊 非常的弱了 那这个子弹 如果真的不见的话呢 当然是会有点 有点小损失 但是没有这个子弹的话 你会发现 好像这个坦克的样子 会更加的好看一点点 那它的坦克的履带呢 也并非是整个连成一线的 它是一个H型的坦克 这个 那实际上呢 在现实生活中呢 这种型的坦克车 在行进的过程 会不会有什么优缺点 大家就科普一下 我记得好像 现实中好像是不存在 还是说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因为正常你做成这样断开 OK 这个坦克在爬行的时候 这是有时候就是要突破一些地形的障碍吧 那你中间断开的话 不就好像感觉行进上是不是有点小小的问题呢 不过呢 它的一个炮台 可以三中零度的转动 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坦克基本上只要能够这个炮台能够转动 那轮子也是有啊 尽管有人说呢 有轮子反而是破坏它的一个还原度 对啊 履带下面还有轮子不是很奇怪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它作为一款啊标准经典3.0的一个标配啊 该有的东西 它基本上都是通通都有的 那身上也有一些银漆的图上 各位看到了啊 这个非常闪亮的履带 侧边薄派的标志 上方的话呢 有黑色的一块一块一块部件 那这个铁灰色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部件的话呢 呃这么多年过来 它还是非常的紧 往上翻的时候呢 真的是挖出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把它给调节上去 你可以你要放这样也是可以了啊 不过我是建议呢 在坦克状态下呢 就是给它做一个两侧打开 让它看起来比较有这个扩张 看起来比较威武一点点 那坦克的部分呢 大概就讲解这么多啊 不知道 大家对比一下这个之后啊 这个Combiner War时代的一个低级啊 尺寸的话基本上是蛮标准的了 蛮标准的 那它的变形过程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啊 特别是这个头部的联动啊 首先的话我们把腿给变出来好了 腿的话呢 我的建议呢 是从两侧压下去啊 这样子直接从这个结构去破坏掉 把这个地方的卡扣了给松开 两腿的话呢 就直接往下放下来就可以了 放下来之后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把它给往前面松开 整个往前面推出去之后呢 顺势的把这个部件往下翻 再把它盖回来 这个凸呢 现在扣这里啊 刚刚是跟它结合 现在是跟它结合啊 一个凸啊 有两个洞可以选择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我刚才干了它一下 这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再来这边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推开 推出去之后呢 把这个银色部件往下推 再把这个地方给盖过来 这个时候呢 再把腿部的话呢 转到正前方 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呢 就算OK了 内部有一些简单的细节刻画 手部的变形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从这个地方给它给打开 这个地方 往外翻出去 从这个地方往外翻出去 从外翻翻出去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直接的翻出来 然后拳头也是在内侧 拳头也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 呃 看似非常 粗大的小 小臂的话呢 这个小臂呢 在变形成坦克的时候呢 是要同时收纳拳头 跟这个上臂的啊 这个呢 也是它为什么 小臂呢 这么粗大的一个原因了啊 这个地方 这个拳头从这里 再把它给扣出来 好的 那么呢 它的一个身体的部分呢 这块部件要往内折进来 然后呢 直接的从这个地方整个往前面推 往前面推过来 这里利用一个双动关节 这个地方 这个炮台机的转正 这个地方转下来 从这里扣下去 这里卡住 再来呢 它就是一个连续变身的一个机制啊 这个炮台往内推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头部的话呢 就自动去弹出来啊 这个呢 也是它的一个算是非常妙的一个设计 其实它的结构也是很简单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这个炮塔是这样子 那你平常头的话呢 我先讲一下 如果你要变成坦克 你变成坦克的时候呢 这个炮管必须拉出来 头的话呢 才有一个空间可以收进去 那变成人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盖子的话呢 你不用特别打 很多地方推进去 它这个 这个 这一根的话就推过来 它就会把这个头呢 给整个顶上来 就会造成了连整个一个背后一个盖子的话呢 一口气呢 直接的全部翻出来的一个视觉的效果 也算是 嗯 这个其实以早07年 甚至09年以前的变形金刚来说呢 这种 这种如果也能称为当年的连续变身 动作的话呢 这个算是比较差的 这真的是比较差的 收手 如果你玩过那个年代的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所谓自动变形机制的话 这个真的算是比较比较普通而已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 在人形状态下呢 你当然也是可以把这个地方给伸出来啊 就是至今那个 我刚才干了它一下的那个 一个炮炮 往前面伸出来的这个画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细节 甚至 这个可动顺便讲一下吧 它的头雕 我觉得好像什么 什么一部什么恐怖杀人魔电影的那个 那个面具的感觉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一整个很阴森 其实感觉还阴森很恐怖啊 腰身的话呢 是比较可惜 腰的话是整个是卡死 不能够动的 这是它唯一不能动的一个 比较缺悍的地方 手臂三肉零度的转动 这个玩具十多年了啊 我这样摆起来的话 就是它各种的紧实啊 各种的紧实 拳头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 这里小臂可以转动 拳头的话无法转动 就比较可惜一点点 脚往前侧踢平踢都可以 侧踢的话呢 幅度有限 因为它一个侧边这里 开口之后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个膝盖的话呢 也是可以单膝 大概约90度 但是跪姿有点困难 因为脚掌实在太大了 那这个的话呢 还有一样东西啊 记得把它给放上去好了啊 这个子弹呢 这么长一个啊 其实扣上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呢 它已经变成就不是子弹了 有点像是 像是一个肩炮的感觉 就非常地长 从这边看还行 转过来看的话呢 就明显地把脸给挡住了 那人形下的话 就是这个小臂 也是感觉就是比较累赘 稍微粗大一点点 那我刚一开始的节目呢 我们也已经提过了 在整个经典3.0系列里头呢 这款战警呢 称不上是一线级别的作品了啊 但是就是中规中矩 那以放到现在来讲的话呢 当然是打趴现在非常多的 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了啊 那做这一集的话呢 主要也是呢 Kingdom会推出这款玩具 那利用这个机会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小回顾 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